全能狗S 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钟 所播出的全民oncode 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受益师杨静宇 那同样今天的节目在脸书 news酒吧的官方粉丝团 也有同步的直播 所以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 能够上网 看一下我们的节目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 也是用连线的方式 所以呢在待会儿呢 做一些这个小小的说明之后 我们就会这个请我们的 特别来宾来上我们的线 那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 对于前一阵子前几天 有关于这个动物用药的问题呢 在这个社会上 还有舆论上 还有媒体报道上 都有很大的一个篇幅 来说明这件事情 那其实基本上 我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 其实在脸书上 有很多听众朋友留言说 希望能够多了解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或什么的 我想这个应该是用 一到两次的节目的 一开始的几分钟时间 跟大家聊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兽医师 不管是你是经济动物也好 小动物临床兽医师也好 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法令 大概就可以分为 第一个就是动物药品管理办法 第二个呢 就是兽医师法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动物药品管理法这边呢 我们打开来看 你看到几乎里面的用词浅字 很多都是用情绪 也就是说是鸟这个积压 压或是一些畜产 所以对于这个经济动物 它这个琢磨非常的多 可是相对对于小动物的话 它的用药 它的这个就非常的少 所以因此呢 经济动物跟我们所谓的伴侣动物 它最大的差别 我大概可以分为大概四五点 首先在经济动物方面呢 它第一个 它所着重的就是预防中鱼治疗 也就是说 它这个养鸡场或养猪场 或是养鱼的鱼温啊等等 它不能发生疾病 因此呢 它在预防上面呢 就是说不管你有健康也好 或怎么样 它都会例行性的这种投药 所以因此呢 它所使用的这些药品啊 大概都是属于 比较低线类的这样子的药品 那此外呢 这个因为经济动物 它将来会变成 我们餐桌上的食物 比方说肌肉 猪肉 牛奶 鸡蛋等等 所以对于这个动物药的使用上面 跟它用药的选择 还有它停药期 或是说 这个药物对我们人类之后 万一不小心吃到 会有什么副作用 所以比方说像这个 以前有常用的绿酶素 就chlorophenicol 绿酶素因为会造成我们人类的骨髓的抑制 所以因此呢 它在动物药也是禁用 那此外像我们常看到 有一些什么农产品外销到日本 我们会检查一个叫黄氨剂 那因此呢 黄氨剂它也会对我们人的免疫系统 造成若干的影响 所以黄氨剂的使用上 要特别的小心 但是基本上这两种药 在小动物方面 几乎很少很少在使用 那另外在经济动物方面呢 它也很重视一个所谓的成本效益 也就是说 它当这个我们饲养者 它在饲养它花的成本 跟它将来到菜市场 它所售价的一个比较 所以因此 它在这个选择用药 或是说在对于这个 经济动物上面来讲 它的选择性是以利益为导向 来做一个选择 此外呢 在经济动物上面 它是一定的时间会上到市场 所以它没有一些老年性的一些疾病 它需要去治疗 比方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猪 它会治疗心脏病 或者治疗它的糖尿病 或者治疗它的退化性关节炎等等 所以因此在用药的选择方面 也变得相对比较少 最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经济动物它的规模很大 有时候养鸡场就是三万只五万只 那养猪场是一两千只等等 所以它的用药的这个用量 它是比较大的 不像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伴侣动物 就是我们的宠物 它的用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在经济动物的一些 在这个治疗上面跟预防上面的一些概念 跟伴侣动物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我想呢在下一个礼拜一的节目当中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伴侣动物方面我们用药的一些考量点 或者我们着重在什么地方 这样子大家就能够充分的了解到 对于动物用药的一些管理 还有相关的法令的规定 它的确是要到修改的时候了 那我相信现在养猫咪的主人呢 越来越多 所以呢 依照这个一些这个数据显示 就是大概十岁以上的猫咪 就是高龄猫 大概每三只就会有一些 这种慢性肾脏病的一些这个 疾病会产生 所以对于这个我们高龄猫的生活品质上呢 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在高龄猫呢 这个主人们我相信一定都会在 不管是透过网络也好 或是一些的资讯平台也好 都常常会讨论到相关的一些疾病上面 哇那该怎么办呢 该吃什么呢 或者说该怎么样面对呢 或者该怎么样治疗呢 所以呢 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 能够邀请到 新北市板桥成兴动物医院的手医师 唐采婷 唐医师 这个成兴动物医院 我这边要做一个解释 它不是成兴成义的成兴 它的成呢 是第一个成就是柳成的成 那那个第二个心呢 就是一个草字头 再一个心脏的心 所以呢 我们特别感谢新北市的板桥成兴动物医院的 唐采婷 唐医师来我们节目现场 不是现场 对不起 我们连线 唐医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成兴的唐医师 哈喽 我想我们就直接来问你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猫咪 这个肾脏方面的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唐医师 在就说依照你一般的 现在门诊的这样子状态 大概我们一个月会遇到几只 这样子一个肾脏的这个病 来求诊的猫咪呢 我们这边其实算是比较新开的医院 但是其实一个礼拜其实都还是会遇到一至两只肾脏病 可能到比较初期的猫咪其实都会来看 那一个月可能会有四到六只左右 其实路上还算多 对这样子比例算蛮高的 对还蛮还算蛮高的 是 唐医师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说这个宠物的主人 他到底是看到了或是 他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些不对的地方 所以呢 他就会带猫咪来求诊 结果经过你诊断或者检查之后 发现他是肾脏方面的问题 其实有一部分的话 是主人做见检发现的 就是他可能只是例行性的检查 那发现他可能之处有上升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他可能主人会观察到一些异常 像是他可能会觉得 我的猫最近好像比较爱喝水 然后水量比较多 那或者是他觉得他的排尿量 可能有一点异常 比较贫尿 或者是他的尿量开始增加 那一些比较差的状况 就可能开始会有一些食欲比较不好 呕吐或者是体重开始下滑的状况 所以会因为这样的状况来看诊 这样子 所以经过检查就发现 哇他的肾脏功能差了很多这样子 会有发现指数上升这样子 是 那我们晓得在这个肾脏病的 这个整个一个所谓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往往比方说像心脏 有分底级几级啊对不对 还有退化性关节炎 或者是甚至于髋关节的问题 甚至于这个脊椎骨的问题 都有分1234567啊什么等等 那我想请问一下唐医师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 在肾脏病方面是否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分几期 或者是分几期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好呃基本上其实网络上其实大概都可以 或是你可能会听一些售医师讲过 大部分其实我们肾脏病的分期 其实是分四期 但这个肾脏病的分期 他其实主要的依据来源其实就只是 这个指数或者是一些SDMA的指 他判断的内容可能没有那么的广泛 所以不代表这些状况没有问题的 就不一定是肾脏病 那我还是会大概讲一下这个 他的分期的阶段 那主要第一期的话呢 他是肾功能不全的前期 那肾功能不全的前期 他的肾脏功能 他有可能他会落在33%到99%之间 也就是说他可能范围比较广泛一点点 那Poetitin就是一个CRE 我们有时候看协议检查会有一个报告 有一个CRE这个值 大部分会落在1.6以下 那有一个SDMA SDMA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指标 他是一个肾脏的新的早期肾病的指标 对他会落在14到17之间 那这个阶段因为他比较难被发现 所以其实很多人并不会在这个阶段 就带来看诊 那所以通常我在诊断的时候 遇到的也不是这个期间的 那这个期间通常有时候可能会看到 尿液比较稀啦 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蛋白尿 但这种问题其实主人也不会立刻看得到 那这个阶段他可能会非常长时间 可能好几年 然后之后他会进入第二期 你才会开始出现症状 你才会发现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第二期 第二期就是肾功能不全的后期 那这个时候肾脏的功能 大概落在25%到33%之间 那肾脏他还是可以在这个阶段 过滤体内的一些毒素跟废物质 不过他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压力 所以他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那CRE这个值都会落在1.6到2.8之间 SDA大概会落在18%到25%之间 那他会开始有一些电解质失衡的状况 这个阶段的猫咪 你就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异常 像是他可能喝的水量会比平常的还要多 他的排料量也会多出比较多一些些 那这个时期其实 如果你有带去医院做检查或者是有量血压 其实就会发现有一些其实已经开始出现血压偏高的状况 那阶段其实是蛮重要的时期 也有一些做健检发现的时候 其实是落在这个阶段 那如果这个阶段你能够早一点介入一些治疗 或者是做一些生活饮食上的那个调整的话 他的恶化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点 你可以从让他的时间从几个月延长到好几年 都是有可能的 下来往下面的阶段 所以唐医师 所以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说第一期几乎是毫无感觉 然后大概出到第二期 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在临床症状上会出现到喝水比较多 或者说一些这种离子一些不平衡等等 就压力会变得比较大的一样情况 对不对 好 那那个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广告 那广告之后再跟我们聊一下 看第三期跟第四期 这个主人是不是该打屁股了 对不对 那今天在我们连线的特别来宾 是新北市板桥 成兴动物医院的唐采 听唐医师来跟我们做猫咪肾脏病的一些分享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Encor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连线的特别来宾 是板桥成兴动物医院的唐采婷 唐医师来跟他聊一下猫咪的相关 有关于肾脏的问题 唐医师 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 我们讲到猫咪的肾脏的分歧 第一期第二期 那接下来如果到了第三期 是什么样的状况 第三期其实就是正式进入肾衰竭的状况了 那也是他是肾衰竭的前期 那这个时候猫咪的肾脏功能 其实就是落在15%到25%之间 那这个时候他就已经不太能正常 过滤一些毒素啦 或是一些寒淡的废物了 那他就会开始出现真正的肾脏病 我们常见的临床症状 那他的creatinine大概会落在2.9%到5%之间 SDNA大概落在26%到38%之间 这也蛮严重的了 对这个时候就比较严重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不是喝的比较多的水 他就是喝水跟尿量他会大幅度的增加 然后他还会有一些可能容易想吐啦 或者是常常会做的状况 然后也比较不爱吃饭 有些主人可能会觉得说他其实是比较挑食 但其实他是因为食欲不好 所以他才会挑食 那这个时候其实高血压问题就不用讲 一定会发生的 那肾脏这个时候的肾脏病其实也很容易会有一些膀胱炎的状况 就是你膀胱炎也会一起有一些问题 那这个时期他其实就会要用药物做长期的控制跟治疗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主人会比较容易会有胃药的压力 那当然因为胃药会有他的成效 所以就是变成是这个是主人要自己去衡量的状态 如果你积极治疗 那如果主人他到这个时候还不察觉他的猫蜜有问题 那蛮多的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没有这么世纪的主人 他们会为自己的宠物造借口 也就是说他觉得他只是觉得那个东西比较好吃 或者是他只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好 说他想吐什么的 但其实动物跟人不太一样 他们的想法没有那么的迂回 就他们其实就是不舒服 他就会表现出症状 所以你宁愿怀疑就带去受医院检查 你因为自己误会了 也会错过黄金治疗期间好 那如果第三期你还不理他 到第四期会怎么样 到第四期的话其实就是已经是后期了 你如果以第三期之前你没有把握机会的话 后期其实大部分都是已经是安宁照顾了 那第四期的话你的亏定可能会落在5以上啦 那SDA就大于38 这个时候你的血铃啊血重铃铃子其实也会有上升的状况 那这个时期其实他就会开始有可能就不吃饭啦 或者是他可能会几乎都在睡觉 然后会是比较虚弱 那甚至有了可能到真的快要就是不行之前 他可能还是会有喘啊 或者是病发一些就是心脏的功能减退 或者是可能附水这些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是唐医生那我想请问啊在您这样子看这样的猫咪的肾脏病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经验里面 通常主人是在第几期才会发觉到 然后再带来就是比较居多的 其实比较比较常见的其实还是第二期跟第三期 因为第一期真的太难发现了 那第第四期的话真的主人带来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骂他还是该安慰他 因为第四期真的是已经很差的状况了 那所以就第四期说真的没有那么多啦 现在主人其实还是医疗观念也都蛮好 所以大部分是二到三期 那二到三期其实你只要做得好 他可以延长说明都还有可能到几年的时间 对也就是说不要千万千言的放弃 其实都还可以维持不错的生活品质 是是是 好那唐医师我想再请问一下 就是说在你这个我们我们晓得在一般的这个大家讨论里面 好像猫咪的发生肾脏方面的疾病比狗狗来得多 那我想请问你这样子讲法是对的吗 还有到底是为了什么 好 其实的确在统计上面就是猫咪的数量他们会比较多 那当然他原因其实很多 包括一些饮食习惯啦 基因的问题或身体构造 那我大概来讲一下比较细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报告其实说猫咪其实他们的身体是缺乏 把合成某种蛋白质的机制 所以他的肾脏受到损坏之后呢 他就会比较难恢复成之前的状况 那再来就是猫咪其实跟狗不一样 猫咪其实是肉食性的动物 那肉食性的动物呢 他其实肾脏他必须要大量的代谢一些寒淡费物啦 或者是寒淡质 那猫咪的肾源就是一个肾的功能单位 他其实比人跟狗来说比较少 那所以他们肾脏单位比较少 他们又要淡泄这些废物 所以他们承受的负担其实就会比较大一些 先天上的一些这个 对对 那还有他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吗 猫咪不爱喝水 那为什么他们不爱喝水 第一个其实因为很以前就应该是可能比较早期的猫咪 他们其实生活在比较干燥的环境 像是什么沙漠地区啦 埃及不是很流行以前有猫咪这样子吗 那再来就是他们其实因为早期生活在比较干燥的环境 他们的肾脏其实会是需要少量的水分 他们就要去代谢他们的寒淡费物 所以他们水会的比较少 肾脏其实就会有一些过劳的状态 那加上早期的猫其实他们是捕猎为生嘛 那他们吃的是生肉 生肉其实他们含水量是比较高的 那加上他们有大量的运动 可能他们能够代谢比较多的蛋白质 那现在的猫其实是吃飼料比较多 那吃飼料你当然水会的比较少 所以你的肾脏负担可能也会比较重一些 他们猫其实没有办法像狗那么爱喝水 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蛮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一些基因上的问题 像是多囊肾的状况 那多囊肾的状况其实在猫咪 其实有30%的波斯相关品种 然后像是金吉拉波斯这些 他们其实都有多囊肾的相关状况 那多囊肾其实它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 只是它有时候不会再那么早就会被发现 那多囊肾它就是你想想看你的肾脏里面 它会充满一些囊肾 那些囊肾我觉得时间挺大 对不对 因为多囊肾的话 它那个正常功能就没办法发挥了 对因为它会压破到肾脏的功能 然后就是会变比较差 那就是它还有一些猫咪 它们可能泌尿道比较小 比较短 然后容易有尿路主射问题 这也是一个造成激性肾脏的一个原因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猫咪比狗狗容易发生肾病 可以从它的一些遗传的基因 或者它的生活环境的背景 对对对 还有它的饮食等等 会影响到这么多的一个原因 那我想说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唐医师你有提到就说 有往往有很多肾脏开始出现一些 开始有一点问题的之前 你的发现都是经由血液的检查 就是所谓的健康检查的时候来发现的 对不对 对基本上就是健检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就是你如果你生活中 没有办法判断到的话 你就是还是以健检为所 那加上有一些早期的症状 其实你不一定判断 它一定是肾脏肌 它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疾病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会建议要检检 那那你平常在家里 你看的话当然就是你要注意它的水量 然后有没有变多 排尿次数 有没有比较多 然后精神状况有没有比较差 那饮食习惯 我刚刚就讲就是它会不会比较容易不想吃东西 比较挑食 最重要其实是体重的变轻 如果你的每一个月你去量它的体重 如果它有下降总体重的5%以上 其实就是有状况 所以唐医师我再请问一下 就是说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健检非常重要 那有没有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有养猫咪的朋友 大概在几岁或是说它多大的时候 它就应该例行的带到它的家庭受益师去做一些这种检查也好 血液也好或者是说尿液检查也好 其实健检其实本来在比较年幼的猫咪啦 假如说你可能5岁以下啦 或者是可能3岁以下 其实都是建议每一年都是应该要做健康检查的 那不然你月年轻 你可能你要做的项目可能就不用那么多 可能就比较少 那你如果是5、6岁以上 甚至是7岁以上 有一些可能是会建议半年去追踪一些 比较特殊的指数 那当然每一年都要做一次比较大的健康检查 那这个就是蛮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他们寿命跑得很快啊 那如果说假如我现在养一只猫咪 现在大概3岁多4岁 那如果它去做的健康检查 跟一个已经高龄了 比方说10岁啊12岁 它的检查项目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吗 差别性的话其实就是它会有在 在血液检查的项目内容可能会比较多 那假如说比较高龄的猫 那我们就会验到 假如说像SDNA这样子的肾脏病检查 或是我们会建议做一些尿路的检验 那最重要的就是高龄的猫的话 其实我们都还是会建议要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那影像学检查可以在比较早期 就会发现一些病变 像有一些肾脏的结石或者是肾脏的萎缩 或者是它其实有一些疤痕组织啦 多囊神其实你都是靠影像学检查提早发现 甚至它可能比指数上升还要早发现 因为肾脏的病变很多器官的病变也是 像是一些肠道的癌症啦 肿瘤啦或者是一些什么胆囊的问题啦 或者是一些比较细小的病变 其实都是最近有影像学 那越高龄的猫 当然你会把一些耳内分泌功能啦 像是甲状腺的检查放入里面 因为其实甲状腺也是蛮常见的老年纪 对那心脏也不用说 这些心脏也是会建议放到高龄猫的健检 那幼猫其实就基本协检啦 或是超越过这样子 所以高龄猫跟幼猫 它在这个血检的项目里面 其实就有很大的差异 对差异其实蛮大的 对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待会进入广告 但是呢我想请问一下唐医师 待会广告回来之后 像这个尿液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一般四组 他如果平常饲养猫咪在家里面 他怎么样去收集他的尿 因为大部分都在猫沙里面 所以说麻烦待会我们广告 回来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好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oncode全能狗S 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那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接听我们听众朋友 call in的电话 我们的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今天我们连线的特别来宾 是板桥成新动物医院的 唐采婷唐医师 来跟我们聊一下 有关于猫咪肾脏的该怎么照顾 该怎么样观察 该怎么治疗 所以有任何关于肾脏方面的问题 都欢迎您call in进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要请问一下唐医师 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 我们有聊到说 那这个一般四组在家里面 怎么样收集尿液 再去给他的家庭医师检查 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建议的方法 其实我们收集尿液 当然其实你真的要采到最好的尿 其实当然他还是没有细菌的尿 因为你尿液其实有分尿液检查 跟细菌培养这些部分 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跟你的受益师 要一些无菌的针痛 你如果能够在他尿尿的时候接到 一点其实就是够的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做 那你如果真的要没办法这样做 也没有办法带来医院 直接用膀胱穿扯的方式抽尿 你也可以就是可能把沙盆里面的沙都拿掉 你放一些纸啊什么的 然后让他那个尿可以残留一些 你可以吸起来 不过这样子的检查的内容 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准 可能没有办法去验他的细菌 对不对 对他会扁 那加上他因为不是无菌的状态 所以有的时候你培养出来的细菌 有可能就是你沙盆上的细菌 所以不一定是很正确的 嗯是好唐医师 刚刚你也特别提到就有关于就是呃第一期 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 那通常我们这样从第二期或第三期开始 那我要解闻一下这样子的话 他的最主要治疗的方式是什么 你说第二期第二期第三期 对对对 治疗方式 对对 其实呃我们呃肾脏病 其实会看他的指数来决定他的治疗方向 那其实治疗的呃几个几个呃呃原则 就是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水分 嗯那水分的给予的话呢 你可能每一公斤体重从40到60其实都是可以的 嗯那再来就是呃有一些像开始出现肾脏病的动物的话 我们会需要一些呃保健类的食品 嗯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慢性的贫血因为肾脏病可能会造成骨髓的的制造上面就是一直会 他的制造血液上会出问题 嗯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补血剂 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呃呃那个那个呃呃电解值的不平衡 那甲的部分也有可能会有高或是低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给一些甲医剂的呃补充益 嗯那就是其实呃你也可以给一些像是抗发炎的一些鱼油类 嗯它是可以帮助你的肾脏抗发炎 然后他也可以保护你的肾脏的 是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治疗中其实也很常见的像是会有给一些肾脏用的益生菌 嗯那他的呃目的是他经由肠道去吸附一些尿尿毒素的前驱物 然后让他的肾脏能够得到舒缓嗯那其他药物的部分的话还是要由呃医生来给你 那我们有些主人会会觉得药味要比较困难或什么的 其实也是会有一体的药物像是呃呃呃圣比达那个东西 但是这个都一定要经由医师开理啦 所以其实就几个方向 一个是水一个是保健品 一个是药物那再来就是呃厨房这样子 当然是这边特别聊到啊 就是说你刚刚也聊到说多供给水啊或什么等等 那对于是否要更换一些就你也提到是否要更换一些像处方饲料 不这样子来这个来加以来辅助治疗呢 呃其实其实处方饲料这个东西 他其实是讲讲究于他的呃呃那个呃方便性啦 那其实你你吃你吃那个你的饮食上面的几个几个原则 就是你一定要呃水分是充足的 然后你要是低蛋白饮食 然后你的蛋白质是要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然后你要有低磷然后热量要足够 主要这几个原则是射猫的的饮食方向 那呃厨房饲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它是一个方便的方式 你不用去那边调控蛋白质 也不用去算磷啦 然后不用去做这些这些很麻烦的事情 是那种方式啊他都帮你配好了 所以他是低蛋白饮食 那也让他的肾脏负担是比较少的 但是你不管是哪一个方式 就算是吃厨房 你的水分还是一样要很充足 不是说吃厨房 我就不管他的水分的的一些呃对量 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真的厨房真的太难吃太难吃 嗯 有些猫真的都不吃那怎么办 那其实如果你在你的鼻温状况 其实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其实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老猫的饲料 或者是你去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 其实你可能落在30%以下 或许就可以 那一些罐头湿食的部分 其实10%以下其实就就会是OK OK 唐一世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猫咪我们晓得 它有的时候即便是打针或是要喂药 都相当的困难 那么尤其是在你刚刚提到 要多增加这个猫咪的水分的摄取 那我想请问一下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方式跟建议 就是说怎么样喂药或者说 哎怎么样选择或者怎么样来多让它喝水 用什么一些特殊的方法 喝水这件事我相信是养猫所有的主人最烦恼的一件事情 那我自己也是养猫啦 那当然其实在大家应该都听过 就你一定要增加它的喝水多样性啦 有些猫喜欢喝水 那你就可能买一些像喷泉类的那些饮水机啦 或者是可能多放几个水碗在他们会去到的地方 或是把它的材质换成一些比较陶瓷类的 他可能比较不会有味道的残留 他们会比较爱 那有一些主人他们会说他们会拿针筒去灌水啦 但是灌水其实这个是一个压力 所以如果要加上你可能你要灌到你需要的压力 有时候灌水猫咪反应会很大 对而且他会非常讨厌你 对对对 对那那你可以有一些人会说 那我们都可以用罐头或是肉泥去骗他喝水 只要你选择的罐头跟肉泥 他是不要高蛋白 然后他是低零的状态下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加水去骗他 让他喝喝糖的意思啦 那对这些都可以吃 那如果你真的比较激进 我自己的猫是吃掉加水 他就会吃 就是如果真的比较不行的话 就他比较乖 其实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吃啦 唐医师那你真的运气蛮好的 有些猫咪真的加水 他就把他踢走耶 训练啦多训练 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聊的这样子 让他多喝水 然后用一些不同的饲料 甚至于处方的 然后多增加一些 他的离子啊什么等等照顾 那针对啊如果说 有没有一些这种 我们讲的人常常会有洗肾 那在猫咪来讲 他有没有 就是说第一个想问一下猫咪洗肾 他到底有分哪几种 还有说哪些方式 那什么样的情况 你会建议主人去帮他的猫咪去洗肾呢 洗肾是 比较在后面这几年猫咪主人 比较容易会可以接受的观念 因为他就会比较像是人类的医疗 那洗肾其实他讲是 白话是洗肾 他其实是一种透析 那透析其实就分两种 主要其实就两大类 一个是附魔透析 一个是血液透析 那附魔透析是一个 比较容易操作的方式 那血液透析 他是需要有专门的机器 这些东西 那我大概来讲一下他们的差别 那附魔透析的话呢 他比较没有体重的限制 那他的操作方式 他其实是一定要经由手术 放置一些 透析管到他的腹腔里面去 那这个其实就是 他会需要麻醉 所以如果这个东已经很差了 他们麻醉风险很高 其实这样子的状态下 他是有可能会修可实化 所以你一定要确定 他是可以做 这样的手术 要请受益师做一些 就是术前的评估 那做完手术之后 他也不是立刻就能够洗的 因为你要等伤口愈合 有时候要等12小时到24小时 伤口愈合了 你才能够开始做透析 不然你给他打了 透析液进去 他如果伤口没有愈合 他就全部漏到 漏出来了 那他这样子都要皮下去 他除了没有效以外 他还会加速他的感染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那他的 他的那个 比较常见的并发症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 管道的阻塞 一些液体的渗漏 或者是他会有一些低蛋白血症 或者是一些发炎 就是父母炎的状况 那父母透析他的效果如何 他的效果其实还可以 因为他 第一个因为他 虽然他会有一些并发症 但是然后他的人力上也比较多 但是因为他 在技术上其实比较简单 他就会比 就是 以透析还要简单 那费用也比较低 所以其实他是会有一部分 会选择 那我自己其实师姐 有做过像这样的手术 那我遇过最长的透析时间 他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很认真照顾的妈妈 然后他就是会注意他上有没有感染 他其实装上父母透析 他其实透析好几个月 他其实都是都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真的很怕会有感染 对那再来就是协议透析的部分 那协议透析他的限制就比较严格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体重 通常就会建议在三公斤 但我觉得最好是三点五以上会比较好 那他其实就是他不用打开肚子 他就是放一个静脉的导管 那他有分什么一些间歇性的透析 或者是一些连续性的透析这样 那其实这个就是作为受益师来判断 那他会有一些费用上的差别 那协议透析的风险其实是一些 他需要打一些抗凝联系 所以他会有一些明显障碍 或是他可能会有一些透 因为血液要被抽到面去洗 所以他会有一些血压偏低的问题 然后费用是一个非常大 有一些主人其实一开始说可以 可是当你透析发现他需要长时间的时候 费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谭一施 所以也就是说当这个要采取到附魔透析 其实他的状况就已经是蛮严重的情况了 对不对 对其实你在透析的时候一定是要抢 他的黄金时间 一定是很严重的状况 然后你要必须要在很黄金的时间内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待会我们先进段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再问一下唐医师 他这个到底什么样的情况 你是强烈建议他来洗肾好不好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昂扣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受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连线的特别来宾是新北市板桥 成兴动物医院的唐采廷唐医师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来聊一下有关于高龄猫咪的一些肾脏方面的问题 唐医师 刚在广告之前我们有聊到说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会建议这主人要采取洗肾 这样子来治疗他的猫咪 一般的话其实我们建议洗肾的话 都是他是比较急性的状态 可能是突然出现急性肾衰竭 或者是比较慢性转 转比较急性的状态 那你一定要先排除一些什么尿路阻塞的问题 就是他真的是肾脏本身的状况 那当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会给予一些基本的治疗 像是书役治疗 然后去看一下他的指数 有可能指数非常非常高 然后你可能给了一天的点滴 或者是最多给一天到两天 如果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善 对他还是非常高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建议他两个选择 一个是你就是立刻去做洗肾 第二个就是你就是继续等 那当然继续等 他有可能会继续耗损他的身体状况 他是有可能会越走越差 他有可能会死亡 那如果你有一些主人其实会在 他一开始他觉得他不要洗肾 可是他到很后期 叫做说他已经住了可能五六天 那指数都还是没有降 可是这时候他的可能猫已经开始出现 可能甚至出现癫痫啦 肠胃出血啦 或者是心脏衰竭 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负水的状况 这个时候在洗肾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不符合那个洗肾的状况了 所以一定要抢在他是还在健康状态 不是健康状态 就是他还身体还可以 身体状况还容许的状态 对那当然就是 你这个过程你其实就是 你但我们会建议主人说 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不代表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一定就会好 那其实幸运点当你可能洗个三到五天 他的功能其实开始恢复了 我们其实洗肾这个过程 我最希望其实就是让肾脏去争取时间 就是在他的功能恢复之前 我们去帮助他身体去负担很重的这些毒素 所以当你的肾脏功能 如果幸运点可能三五天 比较好了 我们就把这个功能还回去给他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一个比较幸运的状态 但是不代表每一只猫都会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所以我需要终身 对从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 我们听唐医师来分析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主人一个仔细的观察 跟对于这个动物之间的一个互动 对不对 也就是当你拖过了一些那种 非常非常危险的状态 你再继续往下拖 其实到了兽医师手上 其实能做的也有限 是就是你 你宁愿是你误会他的 动物真的很严重 对 是 唐医师刚刚在这节目一开始 你有聊到就是说 对于这个高龄猫除了肾脏病之外 还有哪些疾病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大家来介绍 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 对于高龄猫的照顾上面 除了这个肾脏病方面呢 还有哪些方面要特别小心的留意的 刚刚其实有稍微讲到就是 猫咪的血压的这件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猫咪很常见 有血压偏高的问题 那正常的猫咪血压 其实就是140以下 那有问题的 其实就是可能 170来180以上 其实就是血压偏高 那血压高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查见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就看得到 因为他们其实很能忍耐 那血压偏高 就可能会有眼睛的疾病 心脏的疾病 肾脏或是大脑的状况 这是一部分 所以高血压是老年猫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那再来就是甲状腺的抗净 甲状腺这个问题 其实越来越容易遇到 尤其是7岁以上的猫咪 有时候我们一直以为 它可能是有肿瘤 或者是它可能是肾脏病 它其实最后诊断出来 是甲状腺的抗净 那甲胖的话 它是前面的症状 其实跟肾病很像 它会消瘦 可能食欲可能一开始会变好 但它可能会越来越瘦 那到后面可能就会出现 食欲下降甚至会想要吐 而且甲胖跟肾病 常常会绑在一起 就是他们其实一起存在 比例可能30%以上都有可能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状况 那再来就是比较常见 还有一个是就是糖尿病的问题 糖尿病的话呢 它是一个 就是你可能觉得这只猫吃很胖很棒或什么 可是它可能还是会到老年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状况 那糖尿病的猫呢 公猫的比例其实比母猫高出蛮多的 那它是一开始主人会觉得说 我的猫好把我养的肥肥的 所以它好会吃 好会上厕所 它觉得很骄傲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有问题了 可是不一定主人会发现 通常会发现其实透过见见 那但如果到后面才发现 这个时候其实就不是那么爱吃 它可能开始食欲 食欲可能会变差 然后开始就是你开始变越来越瘦 那到后面可能甚至也会有一些想要吐 或是食欲下降的状况 那然而就是这一些疾病 其实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关联性 有时候不一定是他得了这个病就没有那个病 有时候这些疾病有什么 它就是全部已经发生 所以就是渐渐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能够把东西做得越全方面 你就越能够知道你的老猫的身体健康状况 那你也可以去从生活中饮食中去做观察 然后去做调整 这样子他们的寿命可能都延长许多 所以唐医师经过你这样解释 我发觉还有好多好多一些topic 一些主题 我们可以在日后我们来邀请您 再跟我们聊一下 像高血压拉甲抗糖尿病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蛮常见的状况 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新北市板桥 成兴动物医院的唐彩廷唐医师 来找我们连线呢 跟我们来分享有关于高龄猫的一些 肾脏病或者高血压 或者说糖尿病等等的一些相关疾病 那我们之后日后有机会 我们再请我们唐医师来跟我们来 聊一下其他方面的问题好吗 好的好的 ok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拜拜 好拜拜 好拜拜谢谢哦 好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